露露这个坏蛋 百刀百科里一本正经的 农北大言的 受审的时候 也这个样子 成了个屌毛样子了 就是为什么不给他剃光头 就差评 完了 又倒了一个 山东省青岛市政协 原主席吉宾昌受审 吉宾昌 63年11月 山东昌里一人 昌义 86年工作 四川大学国民经济 计划及管理学系 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 曾任 青岛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 踏了多少呢 踏了五个多亿 牛吧 大了个大锅儿吧 你不法商人勾肩搭配 沆瀉一气 大搞全钱交易 当庭认罪 吃劳班 这里有一个朋友写的帖子 叫白一人说 竟然受贿超五个亿 十分巨大 2003年之后的20年间 利用担任山东省提改办副主任 沈国资委副主任 鲁信集团董事长 沈工信厅厅长 副省长 和青岛市政协主席等职务 便利 收受贿赂5.26亿 刷新了山东贪官的记录 超过了青岛人大原副主任 老张三个多亿 我也不知道老张是谁 评论 现在的贪污受贿 也通货膨胀了 见不到万这个单位了 起头都是要亿了 万字怎么好在这个圈子里婚呢 抬不起头来呀 业绩不好啊 现在吃顿饭 加啤酒就上万 请问你基委是干什么的 20年才把这个坏蛋揪出来 后面再评论就不好说了 再说就违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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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